大家早 首先我要祝福母親節快樂 護理師節快樂 再来 这一周行政院宣布扩大紓困方案 让有工作但无家保者以及农云民 在特定条件下 可向政府申请一万块钱的现金补助 政府本来是一番美意 但是因为申请标准复杂 没有配套措施 又没有与地方政府沟通 结果让各地民众在区公所大排长龙 第一线公务人员很辛苦 排长龙的民众其实更辛苦 这几天还传出各种荒谬的案例 卖口香糖的阿贝 为了证明他在卖口香糖 竟然跑了十几趟区公所来准备文件 他感叹说 拿到这一万块钱 真的好难 卖越南花的阿姨 被要求提供进货单跟收据 他骂说 谁卖越南花会开发票 纾困书成这样 根本是在整人 卖地瓜的阿嬷 因为游领国民年金 结果不符合纾困的资格 他的疑问是 为何连他这种 一个月都赚不到一万块钱的 竟然还领不到 还有更多的例子是 失业的人被要求回头找雇主开证明 你叫人家怎么好意思呢 大龄工的人 连雇主都不认识 你叫人家去找谁开证明呢 户头没钱的人 你叫人家把陈泽拿出来 不是在伤害人家的尊严吗 苏院长你知不知道 现在十个去申请的 有八九个都申请不到 请你自己到第一线去走走看 你就知道 你的政府根本在刁难人民 苏院长如果你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让我来告诉你 第一 你的政府太小气 人民明明都是苦哈哈 你的政府却拼命要排富 第二 你的政府太啰嗦 文件手续一大堆 连要给钱都不能够干脆一点 第三 你的政府太蛮憨 早知道人民都希望发现金 而你偏偏就是 吃了衬托 铁了心 要和民意来对干 现在又发得心不甘 情不愿 造成政府为德不足 社会民怨四起 苏院长 今天上午 蔡总统要宣布您训任行政院长 但是本席诚恳呼吁 请您立即悬崖热马 回头施案 尽快回应国民党的诉求 扩大规模 排富发现金 这样才会是 人民之福 才会是 国家之福 谢谢 谢谢